台湾选举才刚结束 诺鲁宣布和台湾断绝关系 诺鲁给的理由是 为了国家和人民 正在寻求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令人很难不怀疑 这举动是不是和中国外交 有很大的关系呢 当然对于诺鲁的宣布 中国也表示赞赏和欢迎 台湾外交部部长田中光 也在当天的记者会表示 他们去年已经掌握了情报 发现中国正在积极接触诺鲁 他们正在用经济援助 来诱惑把诺鲁吸引过来 值得你注意的是 曾经诺鲁和现在一样 因为中国给予的承诺 和台湾断绝关系 确实很难不令台湾 感到痛心和遗憾的 那么处于中美泰三角关系的 美国国务卿就说 诺鲁和台湾断绝来往 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决定 还批评中国 为了和他国建立外交关系 都会给予承诺 最后都没有兑现 话说回来 这是即将卸任的蔡英文总统 执政8年以来 失去了10个邦交国 总结来说 对线承诺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线承诺的一切都没有兑现